鄉親這星期六就要過元宵 元宵在臺灣的後山 最次刺激的就是 台東的炸汗彈牙 今年在台東市長 中國酒也清新酒店 市長說 希望透過炸汗彈的藝術 把武漢遺嫌這個溫馴刮給走 他來安達到鄉親 讓疫情驚討的心情 當然他完全沒在怕 當年關燒台東的慶電 炮炸汗彈牙在車暗時起行 炮了一個點 瞬間變成大火球 人命肉身的汗彈 不怕炮了 輪返正常接受炮的生命 今年連台東市長 中國酒也清新來做汗彈牙 炮了家伯就是希望說 這個活動可以幫助市民記憶 派遺嫌 今年我們的武漢 肺炎就好比溫省一樣 所以說這種疫情 藉著炮炸汗彈 可以把他騎趕走 官政府希望透過炸汗彈的 議席和民眾心靈最優秀 異貴 繼續中心 保備台灣度過難關